我們就想要了解說 罕見疾病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種 很多到目前為止 也都找不出原因 像玻璃娃娃的 這樣子的狀況是 跟遺傳有關嗎 大部分會是一個遺傳性的比較多 偶爾才會聽天是基因突變 對 像我自己本身的 我本身我就是基因突變 因為在我的父母 甚至祖父母 真祖父母 他們都沒有 所以我就是屬於基因突變 我生了 我有兩個小孩子 其中我一個小孩子是正常 可是另外一個小孩就是 就遺傳了 就跟我一樣 也是玻璃娃娃 所以就從理事長開始 他剛開始就基因突變 對 後來我就遺傳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的時候 我在懷孕的時候 那個年代還沒有這個技術 因為也不知道說 因為我們玻璃娃娃這個名稱 在我們台灣來 就是我們協會成立的時候 這個名稱才出來 對 人家才知道 所以在我那個時候 生孩子那個其實 是沒有了 我們是沒有 對 沒辦法知道的 也不知道說 你這個到底怎麼樣 是不是會遺傳 遺傳怎麼樣 不想 對 所以我們就要請主任 來告訴我們說 玻璃娃娃的朋友 他們到底在特徵上面 有沒有什麼 是我們可以比較了解的 甚至我們可以去幫助的 有哪一些 我們請主任來告訴我們 雖然說 層骨不全是一個比較真實的名稱 但用玻璃這樣來形容 大概就可以 第一個想到說 這骨頭可能比較容易斷裂 易碎 如果嬰兒比較小的階段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他有可能他的症狀 會比較早就出來 早出來假設是 骨頭就這樣碎掉了 我們可能很快就可以知道 但有些嬰兒 再早一點點的階段 他事實上只是用肌肉無力 來表現而已 關節跟韌帶會比較鬆散 就是他可能會比較容易 有一些傷害 運動傷害 或者是很簡單的姿勢 對 就很容易這樣鬆掉了 另外就是四肢 還有胸部的骨頭 會比較容易畸形 大部分會比較擔心 就是整個胸闊的骨頭變形 有的是會比較容易 前前後勁會比較長 那四肢也是一樣 四肢可能也會 這些骨頭畸形的部分 也會影響到我們剛剛講的 就整個身材是會比較小一點點的 那脊椎會有一點側彎 那脊椎就是比較容易 會有變形彎曲 那另外 容易鬱傷這個部分 大部分就是因為 這樣的一個碰撞 輕輕的一個碰撞 那這個部分也會牽扯到說 很容易看到有一些鬱青 鬱傷的這個部分 那身材會比較小一點點 一樣是骨頭發育的問題 所以頭骨的骨形也是會有一點異常 那呈現的是那種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眼 並不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寶寶 每一個娃娃都是如此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它的眼白 眼白的話可能就是 我們在講眼白的部分 是呈現藍色的 所以是一個藍色的拱膜 也不盡然喔 也不盡然 那聽力的部分 有些聽力會比較不夠 它是會慢慢的不好嗎 還是說一身出來就不好 不是 因為聽力裡面有一個聽小骨 所以也是骨頭有關 就是跟骨頭有關係的器官 可能都會慢慢長 對 其他的就包括像牙齒的部分 它可能我們的整個牙面 會比較不規則 也是一樣 也是很容易脆掉的 所以牙面會比較不光滑 不平整 另外常出現的 偶爾會看到有多汗 或者是便秘的這些症狀 現在因為協會成立了 很多人都知道怎麼樣去 保護自己 訓練自己 像有些人 把自己的肌肉給訓練起來 今年才有一個大三的學生 不到一百公分 然後他去用輪椅環島全台 一個星期半到了 一百公分不到的玻璃娃娃 還滿感人的 就是然後他環島的過程當中 他說對他幫助最大 是檳榔西施 藏牙 飲料 鼓勵他 對 然後其實我看到一個故事 也滿讓我感動 就是有一個三十八歲的一個 也是玻璃娃娃 他三十八歲了 一百二十三公分 他在大二的時候 就跟他的同學談戀愛了 然後他後來也生孩子 然後他從小到大 總共很嚴重骨折了八次 可是他也談戀愛生小孩了 那還好就是他們都有做一些 這個懷孕前的一個篩檢 所以他的下一代 並沒有玻璃娃娃 所以也就是說 像這樣的一個疾病 其實到後面 因為我們醫療進步 或者是我們特別小心 去注意到自己 保護自己 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也可以很好 因為以前 醫療比較不進步的時候 玻璃娃娃的壽命 其實是不長的 對 就可能剛生出來的 這個十歲以前的死亡率 還頗高的 因為理事長 您剛剛有提到說 您是基因突變的問題 而不是遺傳的問題 所以當時你父母親 在照顧你的部分 他們一定花了 非常非常多的心思 對 我有過敏性 就是慢性鼻炎 過敏性 所以小時候就常常感冒 然後常常打噴嚏 兩個問題 剛剛的醫生 對 剛剛就是 就是說 我常打噴嚏 一打噴嚏 就骨折 對 然後我就骨折 然後我感冒 咳嗽 我會骨折 可是我骨折的部分 是在肋骨 不是四肢 是屬於肋骨 所以我每次以感冒 這樣子一咳嗽的時候 我就是痛啊 但他痛得不得了 就躺在那邊不能動啊 那可是就很奇怪 我如果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奇怪 你每次感冒 哪有那麼厲害 每次感冒就是 好像要死掉一樣 對 好像要死掉一樣 然後 可是你又不能咳 就很久這樣 因為你咳一下他就對 對 然後 可是醫生就說 奇怪 你為什麼感冒 就跟人家不一樣 可是他從感冒一直治 可是就不知道說 你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到後來的時候 只要我感冒有痛這樣 全身不能動的時候 去就是打止痛針 他說奇怪 你為什麼是打止痛針 他們好像才會好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 當然這個是以前的 醫學比上比較不方便 就是像這樣子說 我們骨折會有潛在說 看不出來的 不知道的 這個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真的很痛苦 所以是小娃娃 或者是比較 年幼的孩子的時候 他不太會講 那也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對 有的也是 就會發現他就是不太動 對 然後甚至應該媽媽要提高警覺 你在換尿布的時候 奇怪 我每次可能碰到哪裡 對 他就一直哭 對,很愛哭 對 以前我也是 他就動不動就哭 對,時候就愛哭這樣 對 對 所以父母就是要注意 在照顧的部分 對,要照顧 所以我們也有 我們病友也有 是說他那個小男孩 在小學的時候 他就一直常常骨折 可是他媽媽都認為說 就是小男孩比較皮 對,他就說他調皮 然後調皮就 所以也不知道說他是玻璃娃 誰知道他結婚了 他就這樣子 然後一切都那個 只是一直骨折 後來結婚了以後 生了孩子以後 寶寶很生出來 才知道後來寶寶也因為骨折 然後去檢查說 寶寶是玻璃娃娃的 然後才說 結果爸爸也是 有的也是因為這樣 很多是因為這樣發生 對,發現的 這樣發現 對,就像我自己一樣也是這樣 我是因為我女兒 他...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生出來 不曉得嘛 那為了您生你的女兒之後 對,然後我們去檢查 要做什麼檢測會確認 要做什麼檢測 現在都要做基因的檢測 對 我想也是常常小時候那個年代 這個都沒有 對,那個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目前剛剛在問說 可不可以就事先 假設說懷孕的話 那家族裡頭可能有 那你可能可以就直接 針對這個部分來查 對 那你比較早那個年代 但一般我們... 一般我們知道羊毛穿刺 就是比較高齡的婦女 她都會接受羊毛穿刺 那羊毛穿刺 裡面的細目 是沒有辦法看出來的對不對 一般的不會 所以我們要特別去刺 對,其實 其實玻璃娃娃的 事先篩檢 當然協會有提出一些建議 因為要做... 真的要做事先篩檢 可能要做所謂的人工協助生殖 就是你篩選出來的胚胎 是完全正常的才做植入 那這個動作大概要花十幾萬 如果你是採用自然懷孕 再去檢測比較困難 就透過羊毛是沒有辦法去檢測 羊毛現在是沒辦法 可是現在就是... 目前對於基因這個就是... 你懷孕了 現在是可以檢查得出來 可是就是要做一個基因的檢測 比如抽血或怎麼樣的 那這個方面就是說 只有... 就是說遺傳 比如說遺知道說 我們已經有或家族有 你才會去做這一項的檢查 那你如果一般的人 都沒有那個... 你不會去做這個 你哪會想到 對,你不會去做這方面的檢查 對... 所以現在是可以的 是已經可以先做檢查 而理事長 你是到幾歲的時候 就是你生了孩子之後 你才去做篩檢 才確認自己愛質嗎 醫生都是說 其實你自然就是從食物當中 涉均衡 均衡最重要 對,因為我們這個不是... 我們這個是屬於基因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那個鈣